因為我想要 歡迎收看臺灣向前行 臺灣向前行 我是孟琪 總統蔡英文國慶日的談話 四個堅持讓中國氣炸了 扯說什麼 臺灣的未來必須要由全中國人來決定 好 國民黨聽到這些話 不但沒有譴責中國 還炮口對內 今天馬英九跟朱立倫 都痛罵蔡英文總統違憲 好 到底他們是站在哪個陣線呢 好 另外一方面 就是立委陳柏惟的罷免案 倒數11天了 現在是謠言瞞天飛 居然還有人說 什麼高雄市政府 已經幫陳柏惟留好位子了 就算他被罷免掉 也不用擔心失業 好 陳柏惟今天是跳出來 鄭重的澄清 說絕對沒有這回事 不過現在關鍵的時刻 外界也緊盯兩個女人的態度 好 這兩位就是總統蔡英文 還有臺中市長盧秀燕 我們稍後一起來討論 好 我們趕快先來介紹 今天現場來賓 首先第一位邀請到的是 民進黨的立法委員 許智傑 孟奇好 大家好 好 再來呢 同樣邀請到的是民進黨立法委員 周春銘 孟奇好 大家好 好 再來邀請到的是資深媒體人 溫生 溫大哥 主席好 各位好 好 稍後還會有臺北市的議員 簡舒培也會加入節目討論現場 好 我們在連線到指揮中心的記者會之前 要先來關心的是氣象局稍早 已經解除了原規颱風的海上警報 一起來看最新的狀況 北部風雨大 吉隆七堵到百福站間 西陣線的電車線還一度被強風吹斷 造成列車延誤 上班上課的通勤族哀哀叫 氣象局長證明點就在臉書上警示了 從雷達回坡圖上 就能看到線條狀的回坡 通常這種回坡通過時 會有狂風暴雨的感覺 和一般颱風螺旋狀雨帶 感受不同 周四後各地雨勢才會明顯趨緩 不過要留意 周六下半天到下週一 恐怕有入抽以來 最明顯的東北風南下 北部最低溫一口氣降到只有20度 民眾早起外出要多加件衣服 好 一起來看指揮中心 現場最新的情形 各位好 那今天是由陳副寫官主持今天的記者會 那還有 羅副組長還有我一起跟各位 這記者會回答各位的問題 那先請陳副寫官報告 今天的工作事項 好 謝謝各位媒體女士先生還有我們電視機前的觀眾朋友 大家午安 那今天 疫情的狀況 沒有本土的病例 那境外移入有勢力 也沒有死亡的個案 那今天境外移入的 世衛是兩位男性 兩位女性 那年齡是介於二十到三十多歲 那分別來自於保加利亞 馬來西亞跟美國 都是 入境的時間都是在9月28號 那也都有持三日內的檢驗證明 這是這室外境外移入的部分 那另外 昨天的16411 我們幼稚園老師的部分呢 我們整個匡 在接觸者的這個疫調 那我們必須要採檢的有118位 那目前已經採檢的有113位 那陰性的有106位 那檢驗中的有7位 還有5位待產 那整個居家隔離的目前是有 礦業的80位居家隔離的部分 那另外也再次的提醒大家 我們第11期的這個預約登記 都會在 因為我們採取這一次採取分流 那有一部分是在昨天 就BNT的第一季的部分是從昨天開始 一直到明天的12點 那A例的部分的第二季是 從今天的上午10點開始到明天的中午12點 這個是我們在這一次第11期 那目前 截至1點的時候 BNT的部分 BNT的第一季的部分 那符合資格的有117萬人多人 那已經完成預約的有92萬9千多人 那 從今天的10點開始 A例第二季的部分 符合資格的有97萬多人 完成預約的有66萬4千多人 那我們再次的提醒大家 這個預約的時間是到明天的中午12點 明天中午12點 那施打的時間是從10月的15號開始 一直到10月的21號 那我們今天的報告就先到這邊 看各位媒體有什麼需要詢問的 不好意思 東升新聞提問 想問一下說台中有患者是BNT疫苗打完之後 9天過後是過世 那不知道現在有檢驗出來結果 是不是跟疫苗有關 有這樣的一個情況 那另外那個有關於幼兒園的小朋友 他們的親友或者是匡列 有沒有一個檢驗的結果 謝謝 有關台中市的這個個案 他是在9月30號接種BNT的疫苗 那返家後僅表示接種部位的痠痛 驚險疲倦狀 但是到10月9號上午 在家中就突然倒地 那上就是由救護車送到這個醫院去急救 那到院時沒有自發性的這個呼吸心跳 那急救30分鐘後 人無效 在中午宣告死亡 那死亡原因 就是 就是在診斷上面是心臟衰竭 那這個部分 家屬病 家屬認為是跟疫苗不相關 那也沒有申請DICP 剛剛有跟大家做說明 那個幼兒園教師的部分 那我們會總共會採檢的是有118位 那目前已經採檢了113位 陰性的有106位 那還有5位在待採中 TPBS想提問兩個問題 第一個是 因為國內疫情趨緩以後 其實我們逐步都有在放寬一些限制 然後網路上有一些民眾在討論說 像是在百貨或是大賣場 他們原本有多個出入口的 為了要做量體溫或是十連制的關係 所以其實我們很多出入口都關閉 只剩單一出入口了 那有人在質疑說 單一出入口會不會造成 萬一裡面有意外事件 例如說火災等等逃生上的困難 另一個是今天在立院的時候 在質詢的時候 指揮官也有提到那個降級的部分 所以我們目前有在規劃什麼樣的 一個降級的規劃 例如說我們打到多少比例的時候 會降或者是我們還是會逐步的慢慢來放寬 謝謝 這個我還是要再次提醒個公共場域 那在防疫的部分為了要落實防疫 因為他第一個要照 我們還是依照現階段的這個防疫的措施 必須來做人流 來做總量的一個管制 那因為採取單一出入口 他作為管理上 他才可以進行 第一個實驗制量測體溫等等 但是如果 如果有災害 任何的一種形式的災害 發生的時候的疏散 那當然要依照 災害發生當下的疏散 撤離那所有的這個通道 都必須要立即 所以這個相關的公共場域場所的 這個災害管理人的部分 都要落實這些 疏散撤離的機制 那他們也要平常要做多做一些演練 那另外降級的部分 我們指揮中心都會持續 依照疫情的狀況 無論是國內跟國際的疫情 都會持續來做一些關注 那這個都不斷在做一些討論 副指揮官好 中式新聞提問 那個剛剛有提到 部長他早上在立院有講到降級 其中的一個指標是不明感染源的數目 那這個數目有沒有更明確的定義 比如說幾週之內都沒有不明感染源 還是幾週之內不明感染源在幾例之內 有沒有更明確的定義 第二個問題有專家建議 這個幼兒園的女老師她所有的匡列的接觸者 都要驗抗體 找出更多的潛在感染者 指揮中心怎麼看 謝謝 降級的部分我們都還是會持續 就各項的指標一起來做評估 那這個不明感染源一直都是指標之一 那當然我們會去做 那我們在原來指揮中心 一級二級三級等等都有一些規範 那我們也會 都會綜合一下去做一些參考 就這一起幼兒園的個案來講 他因為目前我們從他周遭接觸者的PCR 全部都是陰性 還沒有出現一個群聚的狀況 當然我想專家們都是會評估覺得說 會不會在更早的時候 已經有一些這個隱形的傳染力已經出現了 不過從目前接觸者的檢驗來看PCR 都是陰性的話 還沒有出現有這個幼兒園或相關接觸者的 一個群聚 所以我目前沒有特別會針對這些接觸者 尤其又是無症狀的話來進行抗體的一個檢驗 這個跟新北那時候幼兒園不同 是因為那時候新北幼兒園很快在周圍的 接觸者就已經驗出有這個陽性的狀況 所以是一個群聚的一個情形 那本身驗這個抗體來講是要多抽一管血 那對於這個無症狀的個案來 這個個案的接觸者來講的話 多做這一個檢驗 對他本身目前的狀況 並沒有什麼實質上的幫助 所以我們都是就疫調的部分來做評估 有沒有需要再做這樣一個額外的一個檢查 那目前來講是還沒有到 需要再做這個額外抗體檢查的一個情形 你好 想請教一下 剛剛說到台中傳出打個打BNT疫苗後死亡個案 這個是台中的首例嗎 第二題想請問說原本說今天要公佈十二期的疫苗 詳細規劃為何變成還在討論是否進來要來的AZ到 或日期出現變數嗎 目前掌握這批AZ何時來 謝謝 目前 這個是不是台中首例 這可能要問地方 我這邊並沒有在做 我只有全國統計 目前是BNT有三例的部分 那有關第十二期的部分 我們目前 在針對AZ的部分在 等他進來 那另外我們還在規劃 就是也是要分流的預約 那目前進到最後階段 明日如果我們確定之後 會跟各位報告 好 今天很開心看到的是佳麟又回歸了 今天本土零確診 另外是四例的境外移入 不過指揮中心還是再次提醒大家 如果輪到你有疫苗的話 就趕快來接種 好 要再次提醒大家 是第十一輪的分流預約呢 現在都在進行當中 好 那昨天是從BNT第一季先開始 今天早上十點鐘AZ第二季的預約接種 也已經開跑囉 好 在七月二十二號之前 十八歲以上的民眾打過第一季的 都可以來這個平台來預約接種了 不過要提醒大家 不管您是預約BNT第一季還是AZ的第二季 這個截止日期都是在十月十三號 也就是明天的中午十二點為止 好 除此之外呢 剛才又聽到指揮中心宣布的 第十二輪的這個BNT疫苗的意願登記 其實也已經開始囉 那這一次指揮中心規劃的是開放到二十三到四十四歲 好 其實開放到這邊等於說 其實全年齡層都打得到了 但是提醒大家 意願登記呢 是算到也是明天十月十三號就結算了 好 提醒大家有想要施打BNT疫苗的 可以儘快來這個指揮中心一九二二的平台來預約登記 好 那讓我們一起來提升這個全體的疫苗覆蓋率了 好 講到這個疫苗的部分呢 我們到這邊稍微來收集一下 等一下回來要儘快來看 總統蔡英文的國慶演說 柔中帶硬 特別強調中華民國跟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互不隸屬的 不過這番話卻讓藍營還有對岸氣得跳腳 我們稍微回來 一次來看